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美东时间的7月23日上午工作时间 但是实在是没时间了 所以只能用这个时间跟大家聊一聊 也非常抱歉啊 没有办法维持一个比较恰当的频率的更新 就跟大家也多次的解释过 在这里呢也就不过多的解释了 最近呢美国和中国呢都各有一件大事 中国的大事呢就是这个二十届三中全会开完了 对吧也出了一个文件 大家管它叫决定上一个文件呢 上一个文件就这一个文件呢也很长 那么第二件大事呢美国出的大事呢 就是拜登总统宣布退选 那么这两件大事呢 我觉得还都值得聊一聊 那么在这两件大事中间呢 我们也知道就是川普总统遇刺 那么川普总统遇刺呢 我个人认为啊 是导致导致拜登总统能够做出他退选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吧 比较重要的原因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猜测啊 没有什么依据 当然了不可能有人有什么证据 因为这是一个主观上的事情 这是拜登总统主观的选择嘛 对吧 我们从中国这件事情开始聊 所谓的这个文件呢 这个决定也好 不管它叫什么 我们在上次节目里也讲了 就三中全会 它的意义呢 就是没意义 基本上呢 怎么说呢 就是说习近平的这种治国思路已经定了 所以呢 我们也不用太过多的去纠结 他文件里到底写了什么 因为他的大方向是既定的 对吧 经济呢 已经被牺牲掉了 所以大家不用再抱有一个幻想 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但是呢 有一件事情呢 确实是产生了极大的变数 这个变数呢 还不是三中全会本身啊 产生的 就是我上次谈到的 关于台湾的问题 关于南海的问题 这个特别值得大家注意 就是当美国川普他当选总统的概率越来越高的时候 当美国陷入到这种内部的权力真空的时候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呢 拜登退选了 哈里斯呢 成为了有可能的民主党的提名人 到选举到明年的一月份 选举完成 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 这半年 实际上就会成为美国的一个权力真空期 它没有办法顾及到海外的很多事情 就人心呢 就会是比较散的阶段 那么这半年也就为普京和习近平提供了一个所谓的天赐良机吧 所以大家一定要谨慎 一定要留意这半年 这半年的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 当然我指的风险是这种战争方面的风险 所以普京来说 他有可能扩大他的战争规模 增加他的战争强度 对于中国和习近平来说呢 他有可能在这半年里面 趁着老虎打盹嘛 他可能做出一些 我们不希望他做的一些动作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想跟大家提醒一下 尤其跟台湾的朋友提醒一下 这是一个就像我之前讲的 台湾最大的问题是 人家打不打你跟你没关系 对吧 你太被动了 是跟人家有关系 所以呢 你要做好这个准备 那么对于哈里斯 我想简单的谈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呢 我不是一个民主党的支持者 从党派立场上 如果我们非要以党派立场来划分的话 那我显然是一个共和党的支持者 我不是个民主党人 所以呢 我不可能是支持哈里斯的 那么甚至呢 我对哈里斯是有点不喜欢的 这我说的还是比较委婉和客气的 我对拜登总统没有不喜欢 虽然他是民主党人 但是他是民主党的中间派 就是他不是一个比较极端的 那么你们看哈里斯 如果你们真的了解他过去的经历 他主要的经历是在 他当检察官阶段 和当了几年的议员 国会议员 哈里斯并不是一个 有很大的个人能力的这么一个人 他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他是有怎么说 他是遇到了很多贵人吧 用我们的话讲 所以呢 他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的他的政绩并不斐然 他的能力呢 我认为是极其有限的 他的价值观呢 我认为是比较极端的 包括最近内塔尼亚胡 要来国会演讲 哈里斯拒绝主持 他当然了 他这个表现了非常明显的 这个反以色列的情绪 当然了 他没有公开支持过巴勒斯坦 也没有公开支持过 叫哈马斯 这俩人名字还 哈里斯 哈马斯 希望我别搞混了 搞混了 那纯属口误 不是故意的 所以很显然我不喜欢他 如果他当选总统的话呢 那别人问我怎么办 我说接下来的四年 对美国来说是非常困难的四年 因为我也不喜欢川普 对吧 所以无论这两个人 谁当总统 美国未来的四年 都是在一个动荡期和一个转折期 但是这个其实我们 在上次大选的时候 就已经谈过这个问题 就是美国在上次大选的时候 国会事件 1月6号的国会事件 他并没有使这个国家的分裂走到一个顶点 就是还没有办法从一个波峰下来 他还要继续继续完成他 他的这个阶段 就像我们讲中国一样 没有捷径可走 这是美国人 这是我们要为自己买单 买单的一件事情 好在哪里呢 好在就四年 好在我们这里没有终身制 你不喜欢哈里斯 他也就四年 最多八年 你不喜欢川普 他也就四年 他连八年的可能性都没有 对吧 所以这是一个好处 那么你说哈里斯当选总统的可能性大不大呢 我个人认为非常小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个人认为这一次的民主党 其他的人为什么没有出来竞逐 竞逐这个总统候选人 总统提名呢 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没有希望 所以对于这些成熟的政客来讲 他看到了没有希望 他怎么办呢 他不会浪费自己的这一次机会 因为如果他失败了 他败选了 实际上对他来讲是不利的 对吗 有一个失败的经历 所以他们会等到下一任 因为按照这个趋势的发展 下一任 美国人可能对川普就腻了 又烦了 那下一任谁出来 选上的概率就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是出于不喜欢川普 而选择另外一个人 所以我认为哈里斯 他是一个被民主党推出来填坑的这么一个角色 从像佩洛西 奥巴马 克林顿 他们对哈里斯表达支持的这个时间节点和节奏上来看 其实你细腻的去看 你能看出来 他们并不是在一开始就支持他的 那么有一个时间差大概两三天 这两三天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 是他们在与其他的人沟通 问问其他的人什么态度 其他的人说 好像我们也不是那么积极的去想干这个事 那就这样了 就让哈里斯出来 所以我认为他不明智 得不配位吧 我觉得如果不出现大的意外 川普当选其实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了 是个大概率事件 那么他当选了也就是四年 四年过去了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 那么这四年川普会不会像上个四年一样呢 通过我最近对他讲话的观察 和他选择万词做副总统的候选人 以及你们要看国会的一些变化 就是立法机构的变化 所谓立法机构就是议员 你们会看到就是这一届的美国总统 他的权力会受到限制 如果是川普当选再次当选的话 他的权力不会像上次那么大 就大家对他其实是有一个心理的预期的 知道这人瞎折腾 上次是被他程咬金的三板斧 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这次从国会到各级的联邦政府的机构 和州政府包括老百姓 对川普已经有预防针了 所以这个我觉得问题不那么大 所以大家也不用特别悲观 那么对台湾和乌克兰来说 坦率的讲 它的确不是个好消息 甚至就是哈里斯当选都不是个好消息 可能是更糟的消息 为什么 哈里斯没有外交经验 也没有外交资源 这是两件事 第一他自己没有外交经验 所以他没有判断力 第二他没有外交资源 他没有在这个国际舞台上真正的发挥过作用 所以他人脉不熟 我们简单来讲 所以其实哈里斯当选将是一个更复杂 更有问题的一个状态 川普当选当然会有一些问题 但是川普当选这些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那解决方案很简单就money 川普这个人他不绕 他就是个现实主义者 所以无论是台湾还是乌克兰 你只要让川普觉得你付了代价了 你没有占美国的便宜 那基本上我觉得问题倒是也不大 这个是我自己的看法 仅供大家参考 那么说到川普遇刺 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 说让我聊一聊 其实这个问题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特别好聊的问题 就是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首先我讲一点 就是所谓的特勤局的战术 包括他的保护总统的战术 和反狙击的战术 大家放心 他所公开的只是一少部分 这个我想常人都可以理解吧 这个是不可能全部公开的 对吗 所以说这个呢不太好聊 但是我会推荐大家去看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是一个 美国人的视频 这个人呢他是 在这个 他的background 他自己在视频里讲了 他的background是军事背景 fire arm fire arm就是武器吧 就是枪支 就是火器 火器的背景 他重现了一下 川普遇刺时候的情况 就是告诉大家 会不会是川普的苦肉计 那当然不可能的 我们稍微对枪支了解一点的人 都知道不可能 但是问题是在于 不是所有人都对真实的射击 能够理解 所以呢就产生了很多阴谋论 因为你的信息和知识 两方面不足 信息不足是我们共同面对的 知识不足 那是就是比如说 那像我可能可能是比大部分人 对于这种枪支啊 这种东西的知识要多一些 我会把这个链接啊 就这个视频的链接呢 放在评论区 它是英文的 如果大家觉得看起来不方便呢 你可以看一下字幕 因为YouTube它也可能是有字幕的 我觉得它讲的很好 为什么呢 因为它只讲它知道的东西 和它能讲的东西 它不知道的和它不能讲的 它没有讲 那我也一样 我也不能讲 我不知道的和我不能讲的 但是我可以讲什么呢 我可以讲说 比如说 咱们就从反狙击来讲的话 我看了一些这个 我身边人的评价 美国人也好 中国人也好 大家的评价 普通人的评价 都是觉得 这狙击手 就是特勤局的狙击手 为什么这么快的 就把这个杀手打死了 当然了 它可能是已经在瞄准了 只是它开枪晚了一点 时间巧合 正好赶上了 就这个时间节点 它开枪了 这是特勤局公布的 一个公开信息 我选择相信特勤局 公布的公开信息 但是我想讲的是 在实际的反狙击的战术里面 咱就不是说讲什么机密 咱就讲这个 咱就以一个乌克兰战争来看 乌克兰战争里面 存在大量的狙击 与反狙击作战 对吧 这是现代战争 那么我们就想 我们用常人的推测 就是对这种药元的安保 它的这种反狙击的战术资源和能力 是不会比这个常规战争低的 对吧 这是这是我的一个想象 我先说 这是我的想象 这不是我知道的事实 我不知道特勤局用的是什么手段 那么我们在常规战争当中看到的反狙击和在反恐战争中看到的反狙击 其实大量的反狙击不是由人完成的 什么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然你最后狙杀这个狙击手 是由人完成的 无论你是你的狙击手 还是你的炮兵火力 把这个狙击手覆盖了 大量的发现狙击手 侦查的这个过程 是由技术装备完成的 那么对狙击手和这个狙击手的威胁的侦查的技术装备 其实我就很好奇 为什么没有人想到这一点 因为这个我觉得太容易想到了 可是至少我身边的很多不了解这个行业的朋友 他确实没有想到 那我想我们中文圈可能也想到的比较少 无人机和反狙击雷达 是用作反狙击作战常见的两种技术装备 尤其是无人机 它的应用已经不能再普遍了吧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没有想到 而在这种环境下的 就是反狙击所用的无人机 就在这种环境下 如果特勤局用了 我不知道它用没有 如果特勤局用了的话 它不可能是我们民用的那种 非100米200米高的无人机 不是的 而一定是中高空的无人机 也就是说 我在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 我想啊 我从厂里来分析 那无人机可能现在都是一个必须的东西吧 它不是个可选项吧 它应该是个必选项吧 对吧 这种高空的无人机 中高空的无人机 你肉眼是看不见的 但是它是能看到你的 那它怎么识别这个风险呢 事前的识别要靠分析人员 就是分析人员去通过扫描 对吧 高空无人机的扫描来识别 这个扫描有白光 还有热 热的扫描 热扫描就是我们常说的热成像 这个技术特别普遍了 现在在美国大部分的城市的警察局的直升机 都可以做到的 对吧 所以它不是个什么高新技术 至少对美国来说不是 那么热成像扫描呢 它就能看到人 这个人在这个位置非常突兀 这个人在这个位置非常突兀 那么它还会有一个什么能力呢 就是当狙击手开枪之后 实际上啊 就是现在的装备 已经能够快速的 就是在你开枪的同时 因为你开枪有声光热三个信号 就能开枪的同时就定位你 为什么在战场上狙击手打一枪要换个地方 那个那种一千米两千米的距离的狙击手 他能够打到敌人 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功劳 他也是有侦察 对吧 有侦察 有通信 那么那为什么他打一枪要换一个地方呢 他不是说简单的怕暴露给他对面的这种敌人 就是普通的士兵 是因为他怕暴露给这种高技术侦察装备 当然了 也是怕暴露给士兵近距离的情况下 但是远距离 你的枪只能打500米的情况下 我为什么要怕暴露给你呢 你可能真的就分辨不出来我在哪里 对吧 可是 现在的战场上 我边走路边跟大家聊 现在的战场上 有大量的这种高科技装备 有一次我跟李伟聊天的时候 我问他 我说你对乌克兰使用无人机 和俄罗斯使用无人机 你的概念是什么 我可以跟大家讲 我记得我讲过 这个俄乌战场上无人机的使用 不是几十台几百台 是几十万台的使用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你有处可逃吗 没处可逃 好 我们回过来再说这种药员的安保 就VIP的安保 我不知道啊 我不知道他高空有没有无人机的侦查 但是我只能说 特勤局是有这样的资源的 那么至于特勤局这个资源是在什么时候配备 他永远不会告诉我们 对吧 这是他的战术秘密 那么如果有的话 实际上 我刚才讲了 事前他有一个扫描 那么事前的扫描 他没发现 这就是典型的人为事物 那么事后 就是什么叫事后 当枪手开枪的那一刻 他是一定会立即发现 并且立即把他的位置定位出来 告诉其他的现场的执勤的安保人员 这个是这个是没有几乎是没有食言的 只几乎是没有食言 你开枪你就会暴露 这个是我跟大家讲 这个你不用怀疑 你在这种高技术装备面前 你没有逃的可能性 没有逃的可能性 所以呢 对于特勤局的狙击手快速的把 把这个敌人干掉啊 我不意外 我也不觉得他们的表现有多优秀 我认为他们表现很失败 当然今天早上我看新闻 特勤局局长也辞职了 我认为他应该辞职 为什么 在这一行里面 我们是看结果的 是不看理由的 结果是什么 结果就是川普被刺杀 为随 但是这就是你的失败 因为他刺杀为随 是川普的运气好 不是你的安保起了作用 你是在人家开枪之后 把对方击伤的 而且人家开枪 打中了川普的身体 耳朵 非常敏感的位置 再偏一点 就打中头了 所以呢 我也只能讲这么多 就是对于 所谓的安保 安保的事情 那么 有关其他的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我会在评论区 留的链接 他会讲 讲一些关于 真实 他复刻了这个射击场景 你们会看一下 真实的射击场景 120米 就是差不多 400码 三四百码 射击是一个什么概念 我跟很多 没有枪支经验的人 讲这个 他不理解 就是说 有一件事 他不理解 就是说 你在你的枪的 这个描具里面 看100米以外的目标 它有多大 这个大部分人 是没有概念的 对吗 你用几倍的描具 你的枪的准确度 是什么样的 大部分人是没有概念的 是因为他没有接触过 对吗 就同一支枪 一个打100米以外的目标 你在没有后座力 就是我们在极端的 稳定的情况下 没有后座力 它的弹着点 都不是一个点 那么它的弹着点的 密布 就是分布越小 这个枪就越好 那么这就是枪的价格的差异 就体现在这儿了 你说都是一个AR-15 为什么有的五六百美金 为什么有的三四千美金 就是所有配件加起来 它差异是很大的 对吧 你要说打20码 就是20米以内的目标 它没有差异 但是你打100米 100米吧 100米就是大概是110码 110码 对 不是400码 它大概是打了125米 125米 就是你要打100米以上的目标的时候 枪的质量差异就出来了 那你是打一个头那么大的目标 还是打一个身体那么大的目标 也是有差异的 狙击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容易 但是呢 也不像很多人想那么难 它取决于两方面 一方面是人 一方面是装备 如果这个装备好 人不行 那也能做到一枪毙毙 这很简单 这个就是 这我自己的经验 就是如果这装备非常好 所有的参数都给你调好了 你只要挥扣扳机就行了 这个也可以做到 说我在这么近的距离上 其实100多米 对于职业的狙击手来说 是很近的距离 是能做到的 但是装备要足够好 装备要足够好 那装备足够好 你还得会用 因为比如说瞄准镜 他这个没有经验的人 实际上你 你连东西你可能都看不到 对吧 但是如果说你的人够好 装备不够好 你能不能打打得很好呢 我觉得这是个概率问题 和运气问题 不存在 就是我自己的真实的经历告诉我 不存在所谓的伸枪手 随便拿起一支枪来 它就一定是百发百中 不可能 为什么 我刚才讲了 枪是物理制造出来 就是说它是工业产品 本身它就有误差 它就有一定的随机的误差的概率 子弹本身也有误差 所以你怎么可能你作为一个 你非常好的射手 我给你一支枪 你随便打一打就打准了 它不可能 它是有随机性的 所以装备好是第一位的 就是在这个狙击里面 装备好是第一位的 那么人要训练的好 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么多吧 因为我这个时间有限 那中国的经济呢 我觉得没什么可说的 这个你去说一个 已经无可救药的事情 意义不大 就只是一个情绪的宣泄 那有很多人还在不断地问 说心在润还来不来得及 我说你只要开始就比不开始强 供大家参考 谢谢